图片,源自网络,很多时候,与妈妈都会轻轻地付出自己的肚子,幸福地猜测着里面的宝宝长得什么呀,正在做什么? 其实呀,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越来越了解胎儿的世界,原来胎宝宝的生活是这么的丰富多彩,在妈妈肚子里,可不仅仅是睡个大觉,踢踢小腿这么简单哦,图片,源自网络, 胎宝宝会哭,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去听听宝宝,出生那一颗最完凉亮的哭声,就想盯着宝宝正式面试,又代表胎宝宝的健康程度,其实,在作为胎宝宝时期,他就已经会在妈妈肚子里哭了,据英国为宝宝道,科学家首次使用四笔超声波成像系统时发现,婴儿在出生前数周就已经会大哭不已了,研究专家认为, 胎宝宝的啼哭大多发生在认识末期或临产之前,有些胎儿的哭声比较微弱,呈现轻微的地鸣,有的胎儿的哭声则是大声抽其样的啼哭,不过更多的时候,胎儿的哭是因为他感觉到不舒服,同时有些比较敏感的孕妈妈,也会感受到不舒服或者异常, 从而及时降低可能出现的一些危险性 胎宝宝会笑科学家,在使用四笔超超时,已经捕捉到难得一见,胎儿出生前微笑的画面,而且还看到他们会眨眼 因此得出结论,婴儿并不是在出生后才学会笑的,而是在出生前数周就能够用笑容来表达自己的愉悦感 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情绪或生理的自然反应,为帮助胎儿出生后,是以外面的世界所做的准备 都说母子同心,与妈妈要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规律起来,心情愉悦起来,这样胎宝宝在肚子里,会更加感知到舒适和安全 从而笑容多多,胎儿宝宝会发脾气大量研究表明,胎儿在孕育过程中 他们的性格及气质就已经开始萌芽,包括爱、恨、忧、习等情感 虽然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但并非完全取决于遗传因素 也不完全是后天形成的,胎儿在妈妈子宫里时,就能对母亲十分细微的情绪变化或不同情绪做出反应 妈妈的不良情绪,对胎儿的情绪影响是最大的 这是因为孕妇发怒时,体内分泌大量去讲症状腺素,导致胎儿缺氧 这时,胎儿会因惊恐或不安 而发很大的脾气,如在子宫里的不规则活动增多 以致自己的愤怒,因此孕妈妈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平和自己的心情 带给胎宝宝最安全的感受 图片,源自网络,胎宝宝喜欢品尝各种味道研究表明 在胎宝宝六个月时,就能够分辨出苦味、甜味或者酸味 未出生的胎宝宝对甜味有一种天生的偏爱 如果胎妈妈天使不吃辣,却偶然吃了很辣的一餐 胎宝宝甚至会用做鬼脸来表示不满 如果胎妈妈喝了一杯浓咖啡 胎宝宝的呼吸和心跳就可能会因此而加快 胎宝宝的发育所需的一切营养都是直接通过其带传送的 因此,在子宫内不需要留在时的技术 但胎宝宝却乐意花很多时间吸水无止 这不仅为她日后的第一餐做好了准备 而且帮助她发现自己身体上有趣的东西 比如皮肤的感觉和拇指的大小 所以说,胎宝宝在子宫内吸水拇指的行为 也是探索世界的开始 孕妈妈的饮食,要注意营养的均衡和搭配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原因超费健兽 超时的毛病是会带给胎宝宝的 从而让她有营养不良的可能性发生了 胎宝宝实力不好 但对于光线非常敏感 研究表明,胎宝宝在妈妈的子宫里并非什么东西也看不见 其实,胎宝宝在两个月时,眼睛已经开始发育了 第四个月时,对光线已经十分迷感了 对于这个说法,专家特意进行两剑毒 他们发现,在胎宝宝未出生前 如果手电筒的光线有节奏地照射于妈妈的腹壁 胎宝宝不见会睁开眼睛 还会发现转向眼光亮的方向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刚刚出生的阴影能 他们只能看到30到40厘米之内的物体 而这恰恰与胎宝在子宫里的位置长度相似 表明刚刚出生的婴儿还保持着子宫内生活的习惯 但是过于强烈的光线对胎宝宝来讲 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刺激 这是因为胎宝宝的视神经还不够发达 视觉功能上不成熟 因此不刺眼的柔和光线 不仅能增加胎宝宝对于明暗的感觉和节奏 对促进大脑发育和成熟有力 还可提高胎宝宝对光的敏感性 促进出生后建立生物中 通常而言 能够透过孕妈妈腹底的光线较为适宜 所以 孕妈妈只要在好天气时 多到外面残暴就可以了 图片 源自网络 胎宝宝其实生活在自己无菌的鸟叶里 我们都知道 胎宝宝生活在洋水中 胎宝宝在子宫里一天天成长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吞念洋水 对于一个族月胎儿 发育到了第36周后 每天吞念的洋水量 可达到0.5升或更多 胎儿撒出的尿液 其中的 有毒物经过胎宝进入母血 在经过交换后 就又成为洋水了 研究专家认为 胎儿撒尿本身是一个生理过程 也是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一个功能 如果胎儿只是吞念洋水 而不向外排出 那就好比对一个气球 不停地往里注水 最终会导致被撑爆 在妊娠中期以后 洋水量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胎儿的尿量 因此 胎儿不撒尿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洋水是胎宝宝无菌的尿量 这个说法也不为之过分哦 所以说 月妈妈一旦检查出洋水的变化值 已经不符合标准 就一定要谨慎起来 根据医生的建议做好配合 万万不可把握大意哦 图片 源自网络 这么说来说去 怎么就感觉到我们的太宝宝 就像个快乐的小猴子一样 生活在妈妈的肚子里 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有时没事要再发发小脾气 耍耍小性子 真的是把自己的小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丰富多彩的哦 所以呢 孕妈妈想要生出一个聪明宝宝 可别把太宝宝不当回事 科学研究表明 在子宫内的各种经历 对太宝宝的智力发展 和情感发育都很重要 严喻健康太宝宝 孕妈妈要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生理方面 营养要充足 饮食上既重质量 又要适量 衣物要干净 卫生舒适 休息与睡眠 要充足 不要过度劳累 要适当运动 通过体育锻炼保持身体健康 定期产前检查 了解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 心理方面 接受宝宝的来临 既然决定生下宝宝 就不要因为任何原因拒绝宝 接受宝宝的性别 不要苛求宝宝的容貌 夫妻关系可谐 丈夫要给予妻子足够的关心 帮助妻子尽快适应怀孕所带来的不便与不安 实际保持平和的心情 安排有规律的生活程式 以消除某种容易导致心理失调的状况 不要看刺激性强烈的杂志 刊物 报纸 电影 以免出现孕妇心里过于激动的现象 智力刺激 每天听一些欢快 优美动听的音乐 或活泼有趣的儿歌 同样 并随着轻轻演唱 经常阅读优美的散文 诗 歌 经常欣赏名画 美好的事物与大自然中 美丽的扇水花草鸟鱼等 每天和宝宝固定的讲话 如早晚同胎宝宝打招呼 对胎宝宝讲讲话 如此这般 相信胎宝宝就会在幸福 愉悦的心情中 健康成长每一天 我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